最近身体有不舒服吗 远景戴口罩手套穿隔离衣 隔着长桌和坐在对面的嫌犯进行征讯 嫌犯也装备齐全 穿轻便宇衣戴口罩 前面还有塑胶透明的压克力隔板挡着 阻隔飞沫喷散 逮捕到现行犯或通级犯 第一个要看有没有发烧 简单幸运下有没有到过疫区 或是从国外刚回来 有上次几个要点 我们就是带到这个处手来征讯 这是彰化县警局临时搭建的防疫征讯站 远景和嫌犯距离至少1.5公尺 座位还能随风向调整 征讯后座位和嫌犯搭的警车都要消毒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也有临时防疫征讯站 在通风空地搭棚子 中间再用透明塑胶布隔开 远景也是全副武装和嫌犯一人一边进行征讯 整座临时征讯站搭起来约5到10分钟 只要嫌犯是隔离解疫对象 就会启动室外征讯 保护远景不受武汉肺炎威胁